有别于一般陶海的渔夫 他们抓鱼 而我们养鱼 在研究实验历程中发现体悟 生活是不停地循环 生命是不断地成长 不生每举的养殖方式中 我们找到了最适合的一种 用它养出了让我们引以为傲 属于我们的台湾雕 云林口湖的乡间 穿梭一位年轻人 他看着一挖一挖的余温 水花反复四溅 心中便逐渐浮现起 一个走出国际的梦 这位就是土生土长的王一峰 他从民国九十二年 开始投入口湖鱼类生产合作社 担任总经理一职 更积极为台湾雕生产链所努力 累计创造契约合作互收益达2.5亿元 这不仅让它荣获2009年神农奖 更是为台湾养殖业开创新契机 台湾雕养殖近年碰到气候变迁 气温过高 及内陆养殖区超愁地下水的传统养殖方法 不仅让鱼货量逐年下降 更造成地层下陷的问题 对环境造成伤害 除了养殖的问题 面对渔村人口老化 人力短缺及全球暖化 又是新的挑战 我们没有第二条路 我们需要改变 台湾雕其实这条鱼呢 已经在我们家 从事了三十年了 这条鱼呢 一路陪伴我长大 那这条鱼从鱼苗一直到养殖 一直到加工 从我阿公一直到我爸爸一直到我 我们全心全意地 要来把这条鱼发扬过它 那为什么会选这条鱼 早期也有从事过 马鱼跟草虾的养殖 但是后来因为 民国七十五年的伟恩台风 把马鱼跟草虾的这个事业 打乱了我们养殖的脚步 后来呢才重新发现这条鱼 台湾雕 它的本质还有它的特性 还有它有外销 还有国际观的这个特性 所以我们一家三代 就开始从事台湾雕的一个养殖 台湾雕从以前到现在 都一直停留在传统的养殖 那因为这几年的地球软化效应 让台湾雕的养殖渔民呢 受到很大的打击 我们是到以色列那一边去参观 他们有办法利用水资源那么短少的这个状况下 养出品质好的台湾雕 我们去看了之后我们也觉得很压抑 所以呢改变了我们保留三十年的传统养殖的模式 在用水 在用电 在生态环境保育 在用药的上面呢 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所以我们就回来呢自己去研发 因为再加上自己有三十年的养殖经验 结合了科技背景的这些年轻人 开发出我们自己一套IoT的这个系统 透过IoT的感测系统 还有监控系统 还有预置系统 我们就不需要二十四小时坚守在这个渔池 一旦IoT如果发生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拿我们的PDA 或者是我们的手机 就可以呢清楚的了解这样的养殖环境呢 发生了什么问题 云林口湖是全台台湾雕出货量最多的地方 透过台湾雕AI智能养殖 一年收成是传统养殖的二十三倍 台湾雕研发AI智能养殖技术 整合远端监控 净水回收及绿能管理制系统 减少人力及水资源使用 运用太阳能除电系统 不仅提供AI智能养殖池的用电 剩余鱼电亦可供加工厂使用 大幅降低用电成本 太阳能板也能为底下AI智能养殖池遮光 使鱼池降温 提高鱼汁存活率 透过专业技术远端科技管理鱼池 手机APP远端监控 自动投耳投药 DEAC水质监控 启动水车 净水回收 监测系统可以监控池水质溶氧 氨氮 酸减值 温度 并能详细记录每只鱼的状况 利用微粒子分离机 可以将鱼的排泄物过滤后 在经发酵转做液态肥利用 而污水进化后 会养殖池循环利用 大量减少用水量 改善生长环境 使台湾鸟肉质更鲜美 无土味 为求养殖鱼业能达到生产 加工 行销一贯作业 及维持供需稳定目标 以取得危害分析重要管制点认证 欧盟食品安全管制认证 国际ASC保育认证 并于2021年成为全台第一家 通过国际BAP最佳水产养殖规范认证的水产养殖加工厂 友善环境的无碳养殖技术 不仅对台湾环境有贡献 更能养出让消费者安心选择的台湾鸟